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来 一农村女子就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件让人感觉恐惧的事 在农村待过的朋友都知道农村很多地方洗衣服一直还保持着传统的手洗方式 该农村女子是一家庭主妇 每天除了带孩子 做饭 就是洗衣服干一些家庭琐事 就在前几天女子在院子中洗完衣服后 就随手将盆中的肥皂水泼洒到院子中 就在泼洒出去的瞬间发现地上有一大蜘蛛当时被淋得像个洛汤鸡 女子像肥皂水是有毒的 这下蜘蛛肯定会被毒死的 随后就上去前观看了一番 发现蜘蛛又中毒的迹象一动不动的 大约过去30秒钟的样子 蜘蛛的尾巴后面竟然动了起来 好像有虫子在向外爬出 于是女子就将目光注视在蜘蛛的尾部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条线装的不明生物脱离了蜘蛛的身体 看上去有毛线般粗细 80厘米长的样子 卷缩成一圈圈的 还在不停地挪动 当时女子看到这样的一幕不禁头皮发麻 随后掏出手机拍下现状的不明生物传到了朋友圈 有人表示那是蜘蛛体内的寄生虫 也有人表示那是一种叫做铁线虫的危险家伙 大家认识那现状不明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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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